凤冉流于罗刹帝与锦剑共下一盘棋,棋霸凤冉想回青池宫,妖界却率军来到罗刹帝 此次妖界带兵之人是森简与森宇,二人想取回巨妖番,莫说巨妖番不在凤冉身上,就算是在他身上,巨妖番也是天启所界,森简又何必苦苦相逼 森简不相信天启会罔顾妖族借出至宝,他挑起仙妖大战,欲拿下凤冉 警戒一心护着凤冉,古军刚净化完罗刹帝的煞气也前来拦下这场大战,他在三戒之中颇有盛名,就连森简也要净他几分 今日知事他向森简承诺,来日清池宫定会给妖界一个交代 听古军如此说,森简也不再苦苦相逼,只卖了古军一个面子 景阳赶在后池与清墓之前来到地宫,他暗中放出地宫煞气,一时间煞气流入人间,以后池与清墓目前的修为也无法轻易挡下煞气 煞气因后池而起,后池今日就算散尽一身修为也要困住煞气,清墓不忍后池受伤,只将煞气引到自己身上 在煞气流失有所好转后,他让后池回天宫报信,独自一人留在天宫抵挡煞气 天宫中,景阳一口咬定清池宫的后池因巨妖番挑起了先妖之战 古军与景剑说明巨妖番是天启所界,可仲先纷纷不信,直到子涵奉天启之命前来传达巨妖番是妖族所界,这才平息了仲先的揣测 不料,景阳却质疑起了后池与天气之间的关系 认为清池宫勾结妖族已久,古军行得正,坐得端,他与清池宫都无惧于这些流言蜚语 正在古军想离开天宫之时,先军又上报地宫煞气流落人间,祸害一方百姓 此事因后池而起,古军护短想护着后池 后池却在这世来到大殿,他自知自己难得天规责罚,如今他愿自请萧去审慰,入神隐三百年消除煞气 后池此自罚并不轻,目光让后池思量清楚,见后池神色坚定,目光应了后池所提,且按他所求免去了清暮的责罚 帝宫煞气已经震住,后池也自请了责罚,古军始终还是心疼后池,后池经历着装装渐渐的事情,他早已成长,愿为就百玄承担自己的过错,哪怕百玄苏醒后已不再是当年的百玄,他也无悔 清暮前来天宫,他从景昭口中得知后池自请责罚一次,匆忙前来找后池,他愿陪着后池入神隐三百年,后池想独自面对自己所犯下的过错,他与清暮定下了百年之约 百年之后他定与清暮生生世世在这一起,但这百年内他与清暮只能分隔两地 二人依依不舍,清暮向后池许下了百手不分离的誓言,他心悦后池,只愿与后池相守一生 森宇对于天启屡次维护后池知识颇有意见,天启出手教训森宇,森简为森宇求情,天启看在森简的面上饶过森宇,只不过他让森简记住,妖界知识由他做主 若有人再敢伤害或者连累后池,他绝不轻饶 无患前往九幽之际,他叮嘱景阳,务必要杀了避喜,人间煞气之事便无人知晓 清池宫内,后池为百玄重聚灵时,他相信百玄百年后定能与他相见 一旁的清暮却只希望百玄能在三件宝物内待上千年万年,好给他与后池朝夕相处的时间 清暮与后池即将大婚,古军下令让二人新婚之前不得相见,清暮想送一份礼给后池,却为此愁眉苦展 在警戒的提点下,清暮决定送活物与后池,好伴着后池神隐三百年 解决完清暮的事情后,警戒眉间也有一抹愁色,清暮倒是比他幸运得多 他虽爱慕凤然,这满腔的心意与赤城却无处可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